收聽漢聲 品味人生 是的 收聽漢聲 品味人生 這句漢聲電台的台呼 電視機前的你一定也不陌生吧 常言道 外行的看熱鬧 内行的看門道 在收聽機前聽廣播 更在錄音室裡面做節目 當然是兩回事了 今天的節目 製作小組 前進長期為國軍發聲的漢聲廣播電台 就由我來體驗一日廣播人 跟大家分享漢聲廣播電台的點滴 國內廣播界老字號金招牌的漢聲電台 成立於民國31年 也就是對日抗戰最艱苦的階段 當時是以軍中之聲 軍中播音總隊為名 對全國廣播 成立迄今超過76年 可以說他見證了中華民國 從風雨飄搖 邁向康庄大道的成長歲月 對政府各階段的文宣職責 以及為國家社會 與國防安全所做的貢獻 無可取代 從前線到後方 山巔到海濱 電台同仁們踏遍國軍每個基地哨所 深入報導官兵保家衛國 努力戰訓的辛勞 歷史最悠久 招牌最響亮 服務最周到 漢森始終是全國軍民紅包的好朋友 成功地扮演著全民國防資訊專業電台的角色 相信你一定也知道 在民國107年度的廣播金鐘獎裡 漢森廣播電台有45度角的天空 聽見在地的聲音節目 入圍社會關懷節目獎 英文有意思 入圍單元節目獎 以及邱竹林以聽見在地的聲音 入圍社會關懷節目獎主持人獎等四項提名 還有在漢森服務41年的積物修護員郭運森獲選為特別貢獻獎得主 入圍就是最大的肯定 我們來聽聽幾位入圍者與得獎者的心情 當初取45度角的天空這個名字 是因為我坐在輪椅上的角度 我在跟大家說話的時候 通常都是抬著頭跟別人說話 那其實另外一個部分是因為 坐上輪椅之後 其實看事情的角度也就不太一樣了 雖然說發生的事情是同樣的 但是以一個障礙者的角度來看的話 會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名字取為45度角的天空 輪椅天使余秀智說 他在生病前看待障礙者會有一種怜悟之心 覺得要多關懷他們 但到自己坐上輪椅後 才發現障礙者並不需要同情 不需要悲情 障礙者需要同力 需要被平等對待以及一個公平發揮自我的機會 外號秀子的余小姐現在是作家 生命教育講師 及汗深廣播電台主持人 她用45度的視角看見不一樣的天空 不一樣的人生風景 訪問的來賓也能在她親戚的帶領下暢所欲言 而這個節目的誕生還是十一年前聚光原地簽的線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要收視主觀原地 然後剛好看到馬老師在傳訪她的生命故事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剛好我那時候做社會關懷節目 我想說我應該可以邀請她 她來錄訪問的時候 那過程我們也覺得很快樂 然後也談了很多的理想 然後錄完訪問之後 我突然心血來潮的我就問她說 欸秀子你還有什麼夢沒有緣的 然後她說演講也做了 什麼細節也做了 但是她沒有嘗試過廣播 而且她也很喜歡廣播 然後我那時候突發氣場就說 欸秀子有沒有興趣想要來做廣播 如果有興趣那我們就來送案子 好 就這樣的一個機緣 然後一路做做到現在已經將要十年的時間 然後也有很多的成果 十年了秀子擁有一群忠實的聽眾 節目叫好叫做也激勵了不少人心 這當中她對漢生提供的優質工作環境 也滿懷感恩 一開始來到電台的時候 然後發現做輪椅好像在進錄音室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 在這個職場當中的每一個人 就是歷屆的台長 都會為我想盡很多的辦法 然後把這個工作的環境 然後把它打造成無障礙 讓我就是從以前一開始不太敢 就是主持的時候不太敢喝水 到現在就覺得非常的自在 你可以盡情的喝水 然後採訪來賓的時候也不會有後顧之有 那所以就可以跟很多的來賓可以暢談 那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也採訪了很多障礙者 然後他們來到這個錄音室裡面的時候都很開心 那也因為環境讓他們覺得很安心的狀況下 他們也都很願意的把就是內心真正的想法都跟我說清楚 然後也跟聽眾朋友們分享 英文有意思節目主持人保羅 以流利的英語及國台語交互運用 節目中適時利用聲線變化 加入趣味諺語 思路火藥奔放 充分展現文化交流的世界趨勢 就是英文怎麼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Award A-W-A-R-D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些歌手們 夢寐以求的金曲獎 那金曲獎的英文是 Golden Melvin Award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aul 我在漢聲電台教英語 或許大家對我的聲音很熟悉 那今天終於看到我的廬山真面目了 很高興我的英文節目 英文有意思受到大家的歡迎 那無論你在開車 或在捷運上 或者辦公室裡 很歡迎和我一起進入 有趣的英文世界 Your support is my motivation 你們的支持 就是我持續努力的最大動力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on air 優質的節目當然也需要優質的 集務人員做後盾 韓神電台有一位相當相當資深的員工 郭韻森 他默默從事廣播工程 已有41年 衛星系統 聯播系統網 節目自動 播孔系統 挑評節目 負載播的數位化 遠端窑監控系統 無人站台區域聯防機制 甚至配合消防局做防救災系統 這些都在他的手上 一一建立起來 難怪能夠獲得 本屆廣播金鐘獎 特別貢獻獎的肯定 但出身中正理工學院的郭科長謙虛地表示 他只是盡己所能而已 所有韓神的員工都是如此 我們韓神電台的員工 大部分都是現職軍人 所以說他們除了自播節目 還有對於廣播工程的一些機器的維護外 還要兼顧國軍所負擔的 所謂的比如說平時的受訓 體能測試 還有一些的各班隊的受訓的工作 所以說比一般的民間電台更辛苦 謝謝郭科長的分享 不是說有四位主持人得獎嗎 為什麼只介紹了三位呢 因為最後一位就是我們的 邱竹林士官長 今天特地從台中台 把他請回娘家來 接受我們的訪問喔 士官長好 嗨 遠君 我很好奇 為什麼是聽見在地的聲音 這個聲音又是什麼呢 可不可以請士官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這個聲音是我收集了台灣各行各業 動人的聲音 嗯 那為什麼這個節目 做這個節目有什麼樣的人氣呢 這個節目一開始呢 是因為當初203指揮部的處長 他帶了川中島偏鄉關懷部落的黃一展先生 來到節目當中錄音 我第一次發現有人真的在做公寓 而且持續不斷 以前我都是在電視上看到 那這一次是真真實實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就覺得蠻撼動的 那後來他們有一次的行動 是配合了使軍團的活動 到親近的偏鄉部落去送物資 那一次是 應該是牡丹颱風還是杜鵑颱風來的時候 路都斷了很多 但是呢 車子雖然不方便過去 可是大家還是很奮力的把物資運到了山上 去到那裡之後呢 就發現那裡真的是一個偏鄉 你很難想像台灣會有山區在下雪 那是我第一次發現 而且他們還都在劈柴 我還問他 就是我問了很多成傻的問題 問他說 欸你為什麼不用電暖器啊 或者是為什麼不要用電熱器 其實他們並沒有那些東西 然後看到他們收到物資的那個表情 真的就是覺得 我做了一件很棒的事 然後他們怎麼會那麼棒 其實每一個人他們的力量 都有可能可以改變世界 我常常想像這些人是天空中的一顆星星 就是他們每做一件善事 天上就多一顆星 如果有越來越多這樣的人 有越來越多這樣的事 黑夜就會變成璀璨的星空 其實翻開漢神電台的獲獎記錄 光輝璀璨的不只是這四位同仁 每個階段的圓丁 都以字字不倦的態度 投注了全部的心力 發揮專業 精進節目品質 技術歷年來 除了廣播金鐘獎 還有金輪獎 卓越新聞獎 社會光明面報導獎 兩岸新聞報導獎等等 真的可以說是獲獎無數呢 漢神重量級元老人物 遠光臨的美聲 您一定不陌生 國軍是國家的軍隊 我們福音憲法的規範 在空中在海上 山之巔海之兵 我們努力戰訓本物 建構固若磐石的國防力量 為中華民國國家發展 與百姓福祉奮戰不懈 老師您在這裡啊 大學長您是我的偶像耶 遠近好久不見了 老師聽說您 在軍旅服務的這段期間 獲得了三座金鐘獎啊 都是二十多年前來實行 虛名虛名 這個不足掛齒啊 其實我是得五座 我是三座 五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失禁了失禁了 老師我想請教您 在這麼長的軍旅時間裡面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回憶 能夠跟我們分享呢 我們常常會感覺到在電台嘛 對不對 這些主持人應該他們的國語 都非常的標準 是 自鎮腔遠的 對 而且聲音都非常的好聽 有一天我就測試一下 在辦公室裡面 這個電話一響 我隨手就拿起來 喂 請問你找哪位啊 對方一聽 電話馬上掛了 想說電台裡面 怎麼會有這麼奇妙的聲音 對呀對呀 這麼難聽的聲音 老師聽說您有擔任過國慶閱兵的司儀 當的時候是77年的 80年的 雙世國慶的 擴大閱兵的司儀間說明官 是 這個現場有10萬人 是 那麼就是現場播報的 那絕對不能夠恩親 沒錯 我要說這個 現在通過閱兵台的是 陸軍軍官學校學生聯 聲音要很嘹亮 我雞皮疙瘩 是 不能卡彈 沒錯 不能吃螺絲都不行 是 那你們在這個配音的過程 這個期間裡面 有沒有什麼心得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呢 其實配音最主要就是要說話 說話跟聲音 聲跟話做的一種集合 就會產生一種無形的力量 就是一種無形的武器 那就變成是聲化武器了 那比那個軍事武器的力量還要來得大 對 沒錯這就是一個精神戰力 除了員工的付出 漢聲電台最大的動力就是聽友了 在我身旁的王大姐 她最喜歡聽的節目是什麼呢 我生長在一個軍人世家 我的父親 他聽漢聲 從漢聲的軍中廣播電台 軍中之聲開始 到我結婚以後 我就開始聽親子節目 那個一家主持的愛家總動員 跟媽咪寶貝 我一路上就是這個節目 陪著我跟孩子成長的親子教育 所以在裡面我很多的 我自己的知識的豐富 然後經由這些知識 我把我的孩子 就一路帶到他們長大 所以王大姐就是也是 經由漢聲的節目 陪伴著的小孩 跟您一起成長 是的 那想請問一下 戴大姐如何跟漢聲結緣呢 我是從上海嫁來台灣 那剛到台灣的時候 要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 那沒有別的方法 我就是從聽漢聲 然後了解這邊的生活 那等我有爸爸的時候 那就開始聽親子節目 教育台 然後從這些方面來了解 蕭伴伴聽說 你是從軍中之聲 一直收聽到現在 我們漢聲電台 對 我是民國四十年 進海軍領 然後兵役以後 就一張軍艦 那個時候收音機裡面 只聽到軍中廣播電台 軍中廣播電台 所以 娛樂方面 是於軍中廣播電台那個 聽聽那個娛樂 我覺得軍中廣播電台也很好 是 後來轉型變 漢聲廣播電台 沒錯 所以記得去跟著漢聲走 製伴伴應該算得上 是國內最資深的漢聲廳友了 漢聲陪伴著他走過人生大半輩子 也跟許多主持人 在空中交會出一段段感人的革命情誼 這種像家人般的互動 甚至還延伸到真實生活中 胡一家 對 他現在是換成退休的嘛 但是我一直在漢聲陪伴的時候 就跟他很熟 很像一家人 對 然後我身邊他幫我造醫生 幫我配藥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感謝他 這三位聽友只是眾多熱愛漢聲的代表 援軍聽了他們的分享也深受感動 當下決定進錄音室親自體驗一番 看看有沒有粉絲產生 漢聲劇場 爸 父親節快樂 父親節快樂 哇 這麼多菜啊 這啊 都是你大女兒的心意 她說 父親節要讓老爸休息一天 所以親自下廚做了一桌你最愛吃的菜呢 哦 我看看啦 絲瓜蛤蜊 苦瓜鹹蛋 紅燒肉 嘿 還有竹筍排骨湯啊 這啊 可都是一個月前 就開始喬的菜單 從頭到尾 都不准我這個老媽來幫忙呢 哈哈 哇 太豐盛了女兒 你什麼時候偷學了這麼多啊 對啊 爸 爺不是說過嗎 一定要食全食美的 這個是遺傳基因啦 沒有辦法的啦 你看看你看看 馬上就拽起來啦 那當然的咯 爸媽 不要再講了啦 趕快來嚐嚐看我的手藝怎麼樣 好好好好 我們趕快來吃飯 這就是主持人援軍的廣播出體驗 比起真正專業的漢聲人 他自然還差很多 我們採訪這天 看著一件件錄音是熱鬧的 與全國聽眾們在空中相會 發現漢聲電台 無論在硬體裝備建設 或是軟體節目規劃 都不斷求新求變 從軍中之聲到漢聲廣播電台 轉開FM106.5的頻道 多元的節目內容 巧心編排在各個時段播出 讓您時時刻刻都能有不同的收穫 與心情 漢聲付出了心血 也獲得了廣泛的肯定 當然老字號的漢聲 自然有經得起歲月考驗的招牌節目 美的旋律就是其中之一 美的旋律這個節目呢 應該是在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 雖然這個主持人呢 後來一直換了 那現在她是播的比較是 比較長輩在聽的歌曲 可是在當年長輩在聽的時候 都是流行歌曲 那我們看到這張照片呢 其實就是這個 美的旋律的節目 非常有名的主持人余潤蘭女士 她訪問當時的反共醫師 吳榮根先生 那當時余潤蘭女士的這個 收聽的群眾非常的龐大 她的節目其實如果只要一段播的話 馬上電台的電話就是想個不停 甚至曾經有一位老先生 他住在基隆 他一大早就包了計程車到電台來 他說他聽不到美的旋律的節目 他很難過 但是他不會調整 所以他是抱著他的收音機 到我們電台樓下請我們幫他調對頻道 然後用膠帶貼住 他再抱著那個收音機回去 從軍中之聲開始 漢聲電台一直在空中陪伴著部隊官兵 那打開收音機都可以聽到主播用最誠摯的聲音 撫慰著弟兄姐妹的心情 漢聲是唯一具備對國內及大陸發聲的電台 對大陸廣播是電台的作戰任務 我們以優質的節目傳遞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 引領大陸地區民眾更深刻的了解我們 化解敵對意識 扮演最佳的國通橋樑 展望未來 齊取漢聲電台在既有的基礎上發揮優良傳統 繼續為國軍官兵、農民、眷屬及廣大的聽友們 提供優質的服務 扮演好國防資訊專業電台的角色 以建構全民國防共識 達成全民國防目標而持續努力 好的 謝謝台長 我先來位置是在電台的有聲資料室 展示了很多以前使用的老裝備 最特別的是這裡有數量頗多的黑膠唱片 如果有發燒友看到的話 一定很想親自來這裡尋寶 我發現漢聲對於這些文物相當的用心保存 看到這群廣播兼兵對於電台的愛護與支持 我相信漢聲電台一定能夠日新又新再展新遊 繼續為國軍發聲 讓我們一起繼續 收聽漢聲品味人生 收聽漢聲 已回了一生